伴郎伴娘 咋找 伴郎伴娘 朱一龙 我在摩洛哥结婚就请朱一龙来当伴郎 你去不了 为什么 不给你名额 必须得去我 绝对好了没 好了散会了 算了 我们商量完了 对就北京 敲定 落锤 好了 我想提问一下何文娜和梁超夫妇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很好奇 就是你们婚礼的伴郎伴娘 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你邀请的人选了呢 然后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 会有谁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听得到您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们两个因为比较 他是体育的 我是影视的 可能我 因为我也有跟一些好朋友都打过招呼 包括比如豆瀟啊 杜淳啊 因为我更 我不是偏向什么伴郎伴娘 我更偏向兄弟团和姐妹团这个概念 对 我当然今天我 我觉得我可以特别隆重的像这个 尊哥呀老刘啊 包括弟弟啊 一起发出邀请 来当我的兄弟团 对对对 我绝对会去你们三位的站台 对 因为我我整个刚才过程 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布会过程 我都在离魂出窍 说想一个问题就是 老刘抓萤火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是吸引那个萤火虫落到他的头上 对对对 我一直在在在想这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所以你看 我们我们的婚礼其实应该还是会 我特别希望会会 嗯 大家欢聚一堂 就像一个亲朋好友 然后老友那个新朋的一个聚会一样 然后现在又加上我们的女儿一起可以见证 我觉得其实是是希望热闹一点 希望大家这个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娜娜呢 那个对啊 娜娜呢 娜娜呢 娜娜 感觉怎样 嗯 因为我是其实很想请 可以可以 嗯 可以吗 可以 你说 嗯 因为我本来是运动员嘛 然后我是很想请就是我的队友们来 可是 大部分的队友都在备战奥运会 所以会 嗯 超有些困难 嗯 因为运动员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些 我们可以请已经退役了的 嗯 会请 对 对就是半就是兄弟团和姐妹团吧 对 因为我的兄弟团呢 你是像杜淳 都是被我们评为本世纪最老的伴郎了 然后他都已经参加过 估计20多次那个好朋友的结婚当伴郎的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以兄弟团这个概念会比较好 非常值得期待啊 非常值得期待 可以说是可以看见 体育界啊 这个娱乐界的大腕聚齐的一场婚礼 哇哦 想的都星光熠熠的感觉 有人说你是算是半个伴郎专业户 身边的朋友们婚礼竟然会邀请你去当伴郎 这个自己参加这么多 有没有对未来自己的这方面 产生某种憧憬 哪方面 婚礼啊 爱情啊 另一半啊 我就很担心说如果再这么伴郎伴下去 那之后真等我结婚了 谁来当我伴郎呢 明白 对因为你看现在就是观点的东西就是 大家都结婚都结婚 然后导致结果就是好像 因为当伴郎好像是要没结婚的 那最后就很难找 那最后就 就话题为时上早 对话题为时上 先翻片 很好笑是我每次当伴 都是一个婚礼的策划团队在做 后来他们就说说 哎呦你每次都来 我们一策划婚礼就要来当伴郎 好像说有一个说法是说 伴郎不能超三次吧 他们后来就帮我想办法 说下次你来当主持人 我说我说得 我说要不下次我来当花童 那大家就慢慢期待一下 对